相邻学师跟我们学语文是一样的 我们学语文要成就一番事业 要成就一番学问 同样也会经历这样三重境界 首先要学会立下高远的志向 然后面对志向 咬定青山不放松 面对志向 一带见宽终不回 最后成功自然会找上你 豁然开朗 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 其实王国威先生所讲的三重境界 有一个核心 有一个灵魂 这个核心和灵魂就是两个字 超约 我们看第一重境界 昨夜西风刁壁树 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 其实这一重境界 是对还没有建立高原志向的一种超越 起先没有志向 找不到志向 现在登上高楼 找到了志向 这是超越 而第二重境界 一带见宽终不回 为一消德 人憔悴 这是对第一重境界 只有立志 却没有扎扎实实 持之以恒的行动的超越 而第三重境界 众里寻他千百度 默然回首 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 这是对第二重境界的超越 第二重境界 坚持不懈 苦苦求索 但是没有开悟 没有顿悟 找不到意义和价值 而第三重境界 显然已经豁然开朗 恍然大悟 已经寻找到了真正的意义和价值 这还是一种超越 我们应该真诚地问一问自己 在语文学习的过程当中 你超越过自己吗 目击大江流 高情更超越 正是在永无止境的超越当中 我们让自己变得更加真诚 变得更加良善 也变得更加美好 我认为这才是我们爱上语文的最大理由